琼瑶一生写了60多部小说 根据这些小说改编的电影有55部 电视剧则有34部 这些作品是一位叫做平心涛的编辑 硬催着他一步一步写出来的 后来琼瑶与这位有家式的编辑陷入爱恋 背负了半生的骂名 2017年平心涛病重 琼瑶与平心涛子女陷入善终权的争论 闹得风风雨雨 琼瑶认为平心涛陷入失智 多病齐发应该停止插管治疗 让他安然离世 而子女不肯 平心涛的原配妻子林婉珍也加入讨伐 书写描述对琼瑶的不满 平家子女说 如果一段爱情是建立在伤害另一个人 建立在另一个女人的牺牲上 那么这样的爱情无论如何并不伟大 也不值得拿来歌颂炫耀 争论最激烈时 琼瑶在脸书上说 我的人生一败涂地 琼瑶在自传里说起这件事 那时候我只有六岁 但是已经看过了很多死亡 我知道 死了就不能动了 不能说话了 不能站起来了 至于死亡的真正意义 我还是懵懵懂懂的 可是 我既然跟定了爸爸妈妈 爸爸妈妈要死 我焉有不死的道理 提起琼瑶 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琼瑶剧 像《一连幽梦》和《梅花唠》 所谓是风靡一时 在那个网络并不发达的年代 琼瑶写下的小说 一度带偏了很多8090后的三观 琼瑶出生于四川省成都市 原名是陈哲 琼瑶的父亲 陈志平是大学教授 母亲是国文老师 二人均从事于教育事业 1944年 正处于抗战时期 年仅六岁的琼瑶和自己的父母 以及弟弟们 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 在路上多次受日军侵扰 母亲差点被抢走 慌乱中 两个弟弟和他们走失 父母心如死灰 准备和琼瑶投壶自杀 可是琼瑶那时只有六岁 当他们走到湖中央时 琼瑶大哭了起来 父亲母亲回过神 想到这对琼瑶是不公平的 几人又亮亮强强从河中央爬回来 那时的琼瑶对死亡 已经有了稍微的概念 幸运的是 两个弟弟被好心的军官找到 并且归还 1949年 琼瑶随着父母迁居到了台湾 母亲也生下了琼瑶的妹妹 同年琼瑶转入台北第二女子中学度高中 琼瑶除了国文成绩好 数理化 磕磕亮起红灯 甚至连上两位数都困难 在一次数学得到了20分以后 回到家 发现妹妹因为考了98分 自己觉得不满意而痛苦 父母在旁边安慰 母亲说道 你妹妹太要强了 而自己只考了20分 被母亲训斥以后 琼瑶回到自己的房间写下遗书 亲爱的母亲 我抱歉来到了这个世界 不能带给你骄傲 只能带给你烦恼 但是 我却无力改善我自己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所以 母亲 让这个不够好的我 从此消失吧 琼瑶吞下了很多安眠药 还好父母发现及时 救下了琼瑶 这是第二次自杀 弟弟妹妹在父母的管控下 各颗成绩都很好 父母也因为琼瑶的成绩差 也不再管琼瑶 琼瑶自述道 人生就是那么现实 当你有四个孩子 你绝对不会去爱那个 懦弱无能的 你一定会去爱那个光芒四射的 一天又一天过去 母亲越来越爱小妹 父亲越来越爱小弟 而且 他们也不再费力掩盖这个事实 在琼瑶第一次高考落榜时 父母对琼瑶越来越冷淡 无比想得到关心和理解的琼瑶 整个青春期都是自卑的 只有琼瑶的高中老师 讲人给予琼瑶细致的关怀和照顾 这个情窦初开的女孩 只要得到一点的关心 就敞开了自己的心扉 琼瑶爱上了比自己大25岁的奖人 家中知道这件事情后 都极力反对二人的感情 一是因为二人的年龄相差极大 二是两人的经历和经济状况都大进相停 一向温婉的母亲 为了女儿更是大闹学校 报警说奖人诱拐女孩 奖人为了保住琼瑶辞职离开学校 琼瑶的第二次高考落榜 学习上的压力和无疾而终的爱情 让琼瑶萌生了第三次自杀的想法 父母却因为之前的自杀已经有了防范 也救下了琼瑶 悲伤的琼瑶无力诉说 只有在文字里他才能放松自己 在这种状态下 琼瑶创作了自己的处女长篇小说《窗外》 小说中可恶的母亲 就是以自己的母亲为原型 其中有一段话是这样写的 爱情一旦发生就不是年龄身份地位 道德能限制得了 后来通过父母的介绍 琼瑶嫁给了自己父亲的学生 一位青年作家庆云 1961年7月生下第一个儿子陈忠伟 婚后琼瑶一边带孩子 一边写小说赚取稿费 琼瑶投稿的小说杂志大受欢迎 而丈夫庆云写的小说还是无人关注 庆云的心理落差慢慢增大 一向高傲的他开始堕落 迷上了喝酒赌博 琼瑶的小说窗外发表在了皇冠出版社 引起众多人的关注 一位小说里写的是琼瑶和自己老师的爱情故事 庆云在外遭到朋友们的耻笑 因此对琼瑶越来越不满 甚至在自己喝多酒以后 撕毁了琼瑶写的小说 二人的婚姻已失败告终 那段时间对琼瑶来说是最难熬的 他写出来的文字越来越悲伤 一边抱着儿子一边写小说 眼泪也会不知不觉掉下来 但是这时 皇冠出版社的社长 平心涛因为窗外这本小说 很欣赏琼瑶 所以和琼瑶联系 力捧和支持他 让琼瑶租了一栋小楼 请了保姆照顾他和儿子的生活起居 让琼瑶安心写小说 琼瑶感动至极 在这种环境下 琼瑶又写出了爆红文坛的 烟雨茫茫 几度夕阳红等 琼瑶写小说 平心涛发行 二人互帮互助 两个人也是彼此欣赏 在琼瑶眼里 平心涛是一个大方体贴 对文字有着自己见解 并且有着锐利眼光的男性 在平心涛眼里 琼瑶是一个温柔 又具有天赋的文学女性 二人的感情越来越深 甚至都明白对方的心意 只是都没有说出口 因为彼时的平心涛 已经有发漆了 那就是林婉珍 她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 琼瑶和平心涛都各自压抑着自己的爱情 直到最后 二人从合作伙伴慢慢发展成了地下链 到最后 琼瑶甚至住到了平心涛的房子对面 彼时的林婉珍还被蒙在鼓里 直至自己的丈夫对自己越来越冷淡 在书房里发现琼瑶写给丈夫的情书 才明白丈夫这几个月的魂不守舍和冷淡是怎么回事 其实一点怀疑也没有吗 林婉珍是有的 丈夫出差给琼瑶带了一大箱行李的衣服 却什么都没给自己带 包括琼瑶放肆地打电话给平心涛撒娇 我在吃牛肉干 要不要从电话里送一点给你吃 有一次丈夫彻夜未归 林婉珍忍无可忍给琼瑶打电话说 你把我的丈夫还给我好不好 琼瑶却回答 你来我家把他接走吧 林婉珍生气地说道 你这么喜欢破坏别人的家庭吗 琼瑶回复说道 这样是最好的 你的三个儿子有爸爸 我的儿子也有爸爸了 如果试图改变 大家都不幸福 林婉珍伤心至极 却因为几个孩子还小 没有立刻离婚 直到1976年 小儿子考上高中才商议离婚 21年的婚姻就此结束 2019年5月23号 92岁的平心涛去世了 留下了琼瑶一个人 琼瑶也是选择了花葬丈夫 在这个人社交平台上悼念 在花瓣偏飞中 终于让你失意长眠了 琼瑶感情路上多曲折 他敢爱敢恨 他的人生活得就像一部琼瑶剧 他有重开日 人无在少年 那年远去的时光可惜 却从不后悔 近日 季老公平心涛去世后 就很少再出现在大众眼前 和知名作家琼瑶的近况曝光 许多粉丝 为他即将到来的84岁生日 送上了鲜花和祝福 照片中 他穿着喜庆的红色外套 白皙光滑的皮肤 可以看出的 他的保养得很好 84岁的人 看上去好像只有40岁一样 想来之前人生 过得相当顺遂 未超过几分心 才能有如此好的状态和身体 他的背后都是摆满了粉丝送的花 手里拿着粉丝送的生日贺卡 晒出照片 感谢读者和粉丝对他的生日祝福 顺便表示自己一切都好 琼瑶的84岁生日 是在他的可原度过的 平心涛在世的最后时间 他因为失智丈夫 平心涛是否插鼻胃管治疗 与三名继子女产生分歧 关系就一直不好 最后 虽然同意了让平心涛插了鼻胃管 可当看到丈夫插管后痛苦的模样 就瞬间觉得自己背叛了他 因为老公过世后 他都是独居在这座七层豪宅中的 这座承载了琼瑶多年回忆的豪宅 占地面积极广 价值5.5亿人民币 里面的建筑设施 也按照琼瑶的想法 都打造成了古典风格 倒是颇有一番小桥流水人家的感觉 看过琼瑶小说的 大都知道可原 琼瑶的半生出书都是来自这里 之前他也曾多次晒出过他在可原的合影 园中都根据他的喜好 种植了大量的花草树木 他站在其中 都是有种岁月静好的感觉 不过据他近日的采访介绍 这个他住了大半生的地方 要改建了 因为台北的旧房改造计划 之前琼瑶的房子就被传出过 要被改造 但是被琼瑶给拒绝了 如今人老了 为了出行方便只能下定决心改造了 据说是要改造成电梯住宅 也看得出来 琼瑶这次是真的下定决心了 就连自己和丈夫 一起在园中种植的五棵珍贵树木 都已经捐赠了出去 这些树木对于琼瑶来说 既是回忆也是孩子 即便是移植的时候 他都叫人小心翼翼 请了五十个人来 只为了保存树木的完好 房屋的改造是为了更好的居住 所以还是希望琼瑶可以在这座 充满了美好回忆的家园里 长命百岁 勇享青春 想来 离开纷扰网络的他 定然已经走在寻找乐园的路途上 他为何曾经向往那般 在和丈夫共同购买 布置的可原中安享晚年 每天养花养鸟 到绿意盎然的前花园散步 在敞亮的书房读书写字 作词 虽然西年陪伴在侧的故人已经远去 可心灵修气所仍在 他便永远不会再重新踏上流浪之路